是开在快速道路上前方看怎么出现了一间流动厕所 还以为看错愣了一下 但驾驶仔细看真的是流动厕所没错 而且门还打开 他赶紧闪避问这是谁家的厕所掉下来了 有网友看到了驾驶把这个照片给贴上网之后 说这该不会是任意门吧 不只是在快速道路 之前国道上也有出现了洗衣机掉落 当时是在国道3号的彰化路段 有洗衣机就掉落在快慢车道的中间 远警赶紧下车用红旗指挥交通 还有人员是在警方引导下冲到了路中间 把洗衣机给拖回到路间 另外新竹是有货车驾驶 他在国道上可以捡到50寸的电视跟洗衣机 他赶紧送到派出所 后来发现是三星卖场员工在运送时不小心掉落 这一次在快速道路上掉落的是一间流动厕所 怎么掉的也引发了网友议论 东森新闻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